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實我們晚課完還有一個小時 在集中鼓之前 其實還可以 下一次的話我們就可以再增加 那這樣子講的進度會比較快一點 這是略說 所以相對比較容易 我們進度會大概的review一些 那我們上一個講次呢 提到說 我們讚嘆佛出定之後呢 是無量益處三昧 出定之後呢 這是第二品 方便品 那麼他讚嘆佛的智慧 讚嘆佛的智慧呢 他就 他怎麼個讚嘆法呢 他就跟 這個設立佛 的智慧相比 放長 設立佛的智慧相比 那提到了 最後就講到了 他就接著就說了 設立佛取要言之 這個是指 取要言之 就是說 就總的 重點來說 這個 有無量無邊的未成有 又一成有法 都是佛所成就的 那這個未成有 法是本來存在的 怎麼會叫做未成有呢 那是指著說 聲文人所不知 沒聽聞 與他的個人解脫呢 沒有關係 所以他也不需要聽聞 也不需要理解 所以叫做未成有 那當然呢 這是字面上的意思 你可以這樣理解 是佛稀成就的 這些法你沒聽說過 而且還是佛所成就的 而且都成就的 所以呢 接著就說了 因為我這樣成就這些 對你來講未成有的法 那 而且我都成就了 第一是未成有 第二我都完成 那第二 未成有對你來講太陌生 然後西街完成 對你來講就太多了 這兩件事情 叫我從何說起 所以至設立佛 不須復所 所以呢 我就不用說了 不過很好笑的是 在這件事情上面 人家設立佛還沒問嘛 他就說指 設立佛不須復所 有沒有注意到 這是世尊出定之後 直接就講 也就是說 你們在那邊看我出定 也不要想太多了 反正我也不想講了 大概就這個意思 這完全是在 讓生文人呢 此小目大 這裡還沒有目大 也還沒有此小 但是呢 準備要此小目大 此就是 修此於自己居然 得少為足 這是小 懂嗎 此小 此啊 此就此入那個此啊 此小 目大 讓你也知道說 你看我都不想說 反正你聽都沒機會了 門沒有就對了 這種概念 那這樣他就會目大了 真的嗎 有這麼難懂嗎 這麼重要嗎 或者是 我沒資格 是為什麼我沒資格 差那麼多嗎 不過 差那麼多 為什麼我沒資格 這個應該在 四大弟子自說的 自說譬喻的時候呢 已經說明了 事實上不是 要我等有代所說音 世尊一定會說大勝 但我等無代所說音 代所說音 就是讓世尊有說的機會 有說的原因 代所說音 顯然沒有 所以也不能怪世尊 不過在這裡呢 一披頭就說 指不虛覆說呢 當然 沒辦法對應到那裡 但是後面他就知道了 說 對啦 這個是我們自己不想要的 但是在這裡是 世尊是連問都還沒問啊 對不對 我是說世尊連弟子們問都還沒問 他就這樣子 所以 當然他就要動他的心 因為這個法太難 太難聞了 你一定要有那種極大的高度的渴望 才可以 所以在 機門跟本門這兩大段當中 都有那個 三請不止的這個 這個情況 都要三次請求 我們說很重要 所以要說三次 意思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指設立佛不虛覆說 那麼為什麼不虛覆說呢 還是進一步的解釋 他說佛所成就第一 稀有難解釋法 佛所成就第一 稀有 你看阿羅漢都這麼多了 怎麼會稀有呢 所以說 這是佛成就 但你們呢 未成文 未成文或者是說 不樂文或怎麼樣 總而言之是未成有 那我稀成就 然後這是稀有 對你來講是稀有 所以佛所成就第一稀有 那 這裡的第一呢 是指無上的意思 不是那個 當然也第一有比較的意思 所有的跟他比 他都沒有超越他 所以他第一 概念上是這樣 所以第一 但也是無上的意思 第一 稀有難解之法 還難解 難解就對應了前面所說的說 這個我法 不虛覆說 其智慧門難解難入 都在對應前面講 懂嗎 他一直就是對應的前面講 這個 諸佛智慧無量 其智慧門難解難入 智慧本身就無量 那那個門也難解難入 一直在對應這件事情 其實佛陀說 一直是有個核心思想 那個 核心思想呢 就是難解 稀有 為佛能證 為佛能知 所以不需對你 設立佛等 神文地詞說 核心是這樣 好 佛陀佛 哪能究竟 究竟什麼呢 哪能究竟以下的內容 究竟諸法實相 注意 就是這個實相 是非常有名的實如式 這是在法華經唯一提出來 所以我們說天台中是實相中 他既不能說空中也不好說有中 空有二中是有對待意的 實相呢 沒有對待意 就空對眾生的執著有 而說的 那有中是對於羅漢執著呢 這個真空 說的 所以他都有對字意 因為羅漢執著真空 那只好對你再說有 那凡夫執著幻有 所以對你說真空 這樣 所以空是對字幻有 有是對字著空 這樣 他因為著空了之後 有幾個概念 第一 眾生要度 都是要各自 就是以各自的因緣去自己完成 我對眾生沒有義務 因為空嘛 沒有義務 再來 著空還有一概念就是 一切緣起性空之外 沒有別的真理 緣起性空之外沒有別的真理 這樣子他就執著這個緣起性空 緣起的性空 對他著空 這叫生文人著空 那只好跟他建立妙有 而建立有 就是用為世的概念 告訴他說為世所有啊 不能說空啊 眾生都是世心所變現的 怎麼會沒有 只要有心就有一個世心 投影在世間 那不會沒有 是這樣 好 那麼 這就是空有 對看空有 可是離空有 說空有 還再說一個 離空有 一切空皆空 一切有皆有 這樣概念 那就實相 實相不落空也不落有 空是一個真理 有是 妙有是一種真理 就兩個真理 那兩個 兩個角度 你要說真理也可以 但是這個真理是同一個 真理的兩個角度 但還有第三個角度 就實相 就中道義 所以就變成三個 真理有三個角度 沒第四個了 兩個相 跟空有相對望一定是二 離兩個之外 一定有個第三 不會再有第四 所以四聖地一定是四 但是呢 這個 地理呢 至多是三 在對立的 用對 用相對的角度來說 一定是二 相對 相對 有個我 我認知的這一邊 有我對的那一邊 所以一定是兩個 但是離相對的 一定是第三 有個第三 所以它也不會是四 不會是四 為什麼 因為兩個真理相對 那麼離這兩個之外 一定是只有一個 兩個就不對了 那好 那麼這樣子 所以說有三地 叫做什麼呢 三地圓融 法華經 其實在講的是十相 所以你不能說它是空 也不能說它是一句 要了解 那所以說 為佛與佛 乃能究竟諸法十相 你看 這是四尊一開口就說十相 也沒人問 所以天台中基本上 應該說是十相 這個龍術菩薩在 在他老人家的那個 這個大制度論當中 也提到十相 有人說沒有啦 十相就是空 如果十相是空 他就講空就好了 幹嘛講十相 對不對 幹嘛多一個名詞呢 特別是印度的名詞 是相當之多 相當多 所以你看 我是聽說印度人是被 九十九成發表 不知道真的還假的 網路上有這個說法 網路很多人 很多瞎掰人 我也不知道 當然有沒有人確定 因為印度人 在台灣聽這種中文 是不是你們小學 真的是被九十九成發表 我們是被九九成發表 九九八十一 ending 沒有了 這樣 不懂的話 背不起來 老師打屁屁 那西方人 有的根本沒有被 被成發表 然後就是說印度人被九十九成發表 那網路有這種說法說 有什麼辦法呢 誰叫說這個數字 數字是我們發明的 就數論這個數 我們講的阿拉伯數字 對不對 那個是冤枉的 那個不是阿拉伯數字 那是印度數字 叫做十禁衛法 十禁衛法 十禁衛是人類最熟悉的禁衛法 人有十隻石頭 十禁衛 一二三四五六六七八九 十就禁衛了 到十就要禁衛 你看十是不是一零 對不對 就這樣 就禁衛了 那零就是個別 個位數這裡是零 然後呢 他向前禁衛 每十就禁衛 就是這樣 叫做十禁衛 然後呢 然後你看零又開始了 你看一零 對不對 然後旁邊這個零 是不是從零開始加一 就是十一 加二 就是十二 有沒有 然後十九 欸 二十不是又禁衛了嗎 就是十禁衛 二十 二十什麼叫二十啊 就是每到十就往前禁衛嘛 那之前是一啊 那接的應該多少 二 所以在十位數那裡就變二 那個位數那裡要多少 就是這樣 他概念是這樣的 很嚴密的 是這樣的 好了 一位數叫一 二位數叫十 三位 三個位數叫百 四個位數 四個一加四個零 一加三個零 就四位數 叫千 那一加四個零叫什麼 一後面四個零叫什麼 萬 一後面五個零 蛤 十萬 勉強 那一後面五個零 一後面六個零 百萬 一後面七個零 千萬 一後面八個零 一億 注意聽 他已經變億了喔 是一個單獨的名詞 億喔 是一後面八個零 叫做億 一後面九個零 十億 十個零呢 百億 十一個零千億 十二個零呢 萬億嗎 沒有了 就叫造 所以十二個零叫造 對不對 好 中文字 十三個零呢 十兆 十四個零呢 百兆 對 百兆 不是賣兆 然後呢 百兆 再十 十五個零 千兆 有 十六個零呢 萬兆 兆兆 對不對 兆兆 再上去呢 好像沒聽說 有什麼 億兆 千兆萬萬兆 什麼兆 你知道嗎 印度的文喔 十 後面 一個零 兩個零 三個零 四個零 五個零 各有名詞 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是 我們是這樣講 十萬百萬千萬 還用那個萬字 它不是 它各自有獨立名稱 一直到幾個你知道嗎 十後面 五十三個零 瘋了 第五十三個零 叫做 叫做什麼 平婆羅 什麼阿促婆 那個 我們的法華經上有的那個 它有名字 你怎麼可能記得 五十三個名字耶 你看我們在記幾個名字 百千萬 十萬不叫啊 那十萬還是萬呢 百千萬億兆 我們才五個 五個 好像有沒有第六個 古書查看看 可能有第六第七啦 什麼經照什麼 照啊經啊什麼 好像有啦 但 不太可能五十三個 它五十三個 所以說印度的名詞是非常豐富 它在描述思想的時候 他用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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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句啊 那個文字啊 是非常豐富 所以他們的記憶必須非常好 不然你連溝通都很難溝通啊 你的生活中就是這麼多的字詞啊 這樣你懂嗎 我們不需要嗎 你看我們才記 十百千萬 再來 十萬百萬千萬億 對不對 現在才一個萬 下來就億 好億再來是照 很多人照網上都不知道用什麼了 好像是有個經 還是什麼東東的 還是什麼不知道 可以查啦 我猜 我記得好像還有 沒有 但很少人用啊 當然 印度人可能也沒用那麼多啦 用到五十三個可能沒有 可是他的書 明白的寫了 五十三個還是五十二個 他們是書還寫著 所以 阿拉伯數字是印度數字 那為什麼我們把它叫阿拉伯呢 因為阿拉伯人去印度做生意 學了印度這個技術法 然後阿拉伯人又繼續騎著駱駝 騎到中國的長安 跟中國長安人做生意 他就教長安人用這種技術法 後來長安人就說 這是阿拉伯人用的數字 也沒問清楚 那阿拉伯人就樂得用他們的名字 號稱嘛 他無所謂 就弄成阿拉伯數字 那印度人看這件事情怎麼看呢 也沒怎麼看 印度人蠻豁達的 無所謂 他不會像韓國人這樣 有沒有 去登記說孔子是他們家的人 眾子也是他們家造的 大概太陽也是他們生的 是這樣的 韓國人他這個民族就是這樣 沒辦法 世界上少有這種民族 也算是奇葩 好啦 那不提了 我沒有親思的意思 我說他這個民族他自己都知道 因為他是個蒙古族的後裔 他們自己知道 所以他們其實有 他們這個民族從來就帶著悲情 到現在還是國家分裂 南北韓分裂他們帶著悲情 特別是北韓來看南韓的看法 就是叛徒 跟美國美帝邪惡的 邪惡的這種資本主義走在一起 他是這樣看的 他不是共產主義喔 他特立 他自己形成一個主義 北韓 他們自己這樣想 不用談 這人間很不簡單 他這個民族很不簡單 也有他的特別 但是 一樣啊 他還是用了 全世界都在用這個 阿拉伯 所謂阿拉伯數字 是印度人發明的 所以你就知道 印度如果說 有 以這個性格來說 有一個空 有一個有 那如果空有之外 沒有實相 他就不會用實相這個名字 所以他 他會再多一個實相這個名字 在梵文當中有單獨一個詞 叫做實相 這樣聽懂嗎 所以一定是有帶這個概念 然後他就說了 究竟諸法實相 你看他不說究竟諸法空 他也不說究竟諸法妙有 他不說這樣 他說究竟諸法實相 而且是諸法喔 這樣理解嗎 我們說一切法都空 那我成 我問你成佛空不空 輪迴空不空 你就不敢答了 誰敢說輪迴空 你變野狐蟬 是不是啊 你就不敢答了 對不對 但是 成佛更不能空啊 成佛空 誰去成佛 是吧 是不是這樣子啊 那 那可見 一切諸法空好像怪怪的 成佛就不空嘛 那成佛算一個法啊 那怎麼能空呢 那空本身空不空呢 在波爾會經上 他說空亦空 空性這個觀念 你也得要空掉 這樣就表示空 空性之外一定有概念 這樣懂嗎 他說空亦空 那是什麼空 空空 對不對 空空 你看經常就講空空 在特別指空性是空的空 那我如果這樣講下去 空性是空的那個空 還空不空 是啊 變空空空 空的三次方 四次方 空不完了 所以 所以 在印度的哲學當中 龍樹的哲學當中 其實存在一個實相 這個概念 不能說沒有 有人拒絕接受 他說龍樹不上講那個實相 就是講空 就講空為實相 我們能理解 我們能理解 有人害怕多出一個概念來 覺得很煩 兩個就好 零跟一 有跟無 就二就好 像電腦它就是二進位數 它沒有那個二喔 電腦沒有 電腦就是有無有無 這樣 零 要嘛就一 再上去呢 有沒有二 沒有 二進位嘛 到了二就等下進位 叫做二進位 什麼意思 到了三就得要進位 所以不會有三 只有二 這樣 十進位就不會有十 因為到十就得進位 這樣懂嗎 所以他只能到九 是這樣 好 所以呢他 他覺得有無 最明顯 最單純 那這個呢 是他個人的愛好 法界當中 真理當中 存在一個實相 這個概念 實相怎麼說的 其實他一般是 對空友說實相 但他這裡很特別 他這裡把空友丟到一邊 隱藏在下面講的實儒當中 來我們看看 他說 乃能究竟諸法實相 那所謂諸法 那所謂諸法 實相什麼意思 就是在講 所謂諸法 如是相 如是性 如是體 如是力 如是做 如是因 如是原 如是果 如是報 如是本末究竟等 二十四尊 欲從宣子 耶穌基 常常講完了 他沒解釋太多 他說所謂 佛與佛 就 你阿羅漢只知道空 我才不理你 我就跟你講實相 究竟實相 而且 而且 所謂 就在講所謂的實相是什麼 所以叫所謂 他接 語句上接下來是這個意思 他說 所謂諸法如是相 如是體 如是 下面那個如是 是重點 就是說 諸法 諸法 我們先說諸法 諸法是什麼 一切物質 一切精神 一切的概念存在 一切的物質 眾生的存在 這些存在的整體 或者構成這整體裡頭的分子 通通 叫做法 甚至於概念 也是一種法 只是這個概念 對還錯 只是這個概念是長什麼樣 不一定 你比如說 時間 誰看過時間長什麼樣 沒有啊 時間是一個概念 聽懂嗎 那 既然叫概念 我問你喔 好 壞 誰看過好 這個東西 沒有 好壞 也是一個概念 對不對 但問題來了 當我們一起在說這件事情好跟壞的時候 再講個概念 我們似乎基於社會的成長經驗 我們大概會說 我們大概會對好跟壞 有一樣的 定義 跟接近的定義跟標準 什麼意思啊 你比如說 西方人去看爸爸看媽媽 已經獨立在外 看爸媽要用約的 也不能隨便去看爸媽 你這樣叫騷擾爸爸媽媽的生活 反之亦然 你要去看孫 那孫你的 不是 你媳婦的 勉強 你媳婦不是你的 孫子是你媳婦的 不是你的 在勉強說得過 其實不是 它更核心的概念是 孫子 是你女兒跟你兒子 基於上帝赐語的神聖婚姻 而為上帝造人 所生下來的 基本是上帝指派的 造人造出來的那個人 所以他的所有權是誰的 誰的 還有貼防偽標籤 你小心 所以 那你的兒子 你的女 你的媳婦 在18歲以前 要把上帝所造的這個人 得要把他養好 18歲他就應該獨立 上帝對他自有安排 你摟著他就不行 那你呢 你作為一個阿嬤 阿公 那更遠了 更遠了 孫子姐 顯然不是你造的 沒有 他的爸是我造的 錯 他的爸爸也是防偽標籤 是上帝造的 因為你的婚姻 是上帝的神聖賦予你的 天主教一直到現在還是保持這個看法 地球上面任何一對天主教徒的婚姻 都會被記錄到梵蒂崗裡頭 這麼嚴重耶 這麼嚴重 所以天主教是非常反對 墮胎的 欸 這上帝造的 阿你把他丟掉 你馬上捏走 哇你咧 你不比上帝還厲害 你根本就上帝的叛徒嘛 哪有這種事 講你聽懂嗎 所以他們也對於那個奇形兒 他們生下來他們會用很大的愛心去去面對 因為那也是上帝造的 他說那天使下來的時候有點暈 撞到了 所以 有這種說法 我看過這個廣告 他是講給一般人聽的 可能他教理不會這樣講 所以他是以這個為核心 只是他對一般普羅大眾 他不至於這樣講 你懂嗎 是這樣 特別是沒有上帝信仰的華人 你很難公開對大家這樣講 那你看看 如果你知道是這個情況 你看 這宇宙之間的法 存在所有的法 都是你去解讀來的 時間到底真的存在 那概念總有 你也沒看過一個時間叫什麼 你也沒看過一個好跟壞是什麼 那都是你的經驗 作為基礎去認知它 時間也是 所以 好壞 好壞 對你來講 是有一個標準相貌 對吧 你才能論好壞 對不對 時間 對你來講有個標準尺度 你才能夠論時間 啊什麼叫標準尺度 它要有你心目中的相貌 是不是啊 是不是這樣子啊 無論哪一種法 所謂諸法 如是相 出來沒有 一定要有個相貌 不然你說不出法啦 你連相貌都沒有 你怎麼知道什麼是法 那好問題啊 你一定會這樣講 那空間虛空呢 虛空不就沒相貌 不是虛空也是概念 怎麼講 你去買土地的時候 你就出現虛空概念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啊 這塊地面 我的 空間 我的 它地面 以上 也我的 地面 以下 也我的 不過西方國家開始定一個標準 他說地下 7米還是3米是你的 3米再往下挖到石油 國家的 這有國家是這樣講的 台灣好像還不是 那有的國家是這樣定的 好 如是相 諸法一定有個相 那你說相歸相啊 這是你自己認知的相 不是它本 不是 不一定是它本質的相是長什麼樣 為什麼 啊你凡夫咩 你看到的相不是究竟的相 不保證是 你跟一隻狗看到的空間會一樣嗎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狗看人是比較矮的 人看人是比較高的 這點以前我講過 就如是相 所以那個如是相 那個相一定是你有的相 你有概念的相 所以你才會稱得出來 稱呼它稱得出來 比如說你幫我拿個水壺 你一定知道 你一定知道有個水壺的相貌是什麼 不然你等一下拿到茶杯來了 你這人可能就要去做檢查了 所以精神是否太浩弱 還是怎樣 如是相 這個如是相 可以深細廣大到虛擬的概念 比如說時間 我問你喔 我們說歲月催人老對不對 是不是啊 這句話是在佛教來看是錯的 歲月是虛擬的概念 它怎麼能催你呢 不然你怎麼老的 我要去台北的話 那計程車司機都說 師父啊你剛才做冰燈 我都會給他小費 聽得很舒服 但今天我去念經的時候 我有一個看起來蠻白目的介兄 他居然跟我講 介兄 你有在擦嗎 聽得很痛苦 本來手裡拿的蛋糕 又分給他吃了 後來想算了 拿給等念師父吃 開玩笑啦 但他剛好就坐在我旁邊 也是介兄 哪有歲月催你啊 睡夜是虛偽 你看喔 我們說 虧姬大師喔 他當年被 玄奘大師找到的時候 是在那個西域的深山山洞裡 人家說 那裡有個修道人 坐很久了 他說坐多久 有個老先生 跟他講說 喔 坐多久 我是不知道啦 我從五歲的時候 看他坐在那 現在我已經八十幾歲 他還坐在那 動都沒動過 好像還沒死 因為死人看得出來啊 沒死 那個玄奘大師說 有這件事 三歲的時候看到 現在八十幾歲 他還坐在那 沒動 有這件事 他真的去找他 找他的時候一看 叫他 喂 老兄 不行 掏出個隱姓 驚 這個一叫 他真的醒來了 醒來問他說 喂 你是哪裡人 哪個時代的人 我說喔 他說 他家瑟佛時代的 他說他家瑟佛 有沒有搞錯 你要幹嘛 沒有 我入定啊 家瑟佛說要我等 我那個時代 我知道有個釋迦佛要出事啊 然後呢 我就入定啊 我家瑟佛那個時候 我就入定的啊 然後呢 我等釋迦佛啊 那個玄奘大師說 幫幫忙 你看一下手錶 我這是iPhone iWatch 你看一下 現在已經佛力多久了 釋迦佛已經又入滅了 一千年了啦 一千多年的唐朝 一千多年了啊 蛤 啊我當嫁頭了 等過頭了 他說 好沒問題 我在等彌勒佛 又要入定了 那個 那個 那個玄奘大師跟他 欸欸欸欸欸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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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現在在一定 常常都等過頭 你這等公車都等過頭了 你這樣都等下去 我等到哪 旅年馬月 我要回唐朝 弘揚佛法 你先入定 啊 不不不 你去投胎 趕去倒胎 趕快去投胎 啊我回來的時候 你長大了 怎麼樣 他就問他說 這後面是我編的啦 他就編成怎樣 問他說 為什麼我要 我要跟你配合 對不對 那玄奘大師 一定跟他講一些很多理由嘛 欸不然對啊 我們在 瓶水相逢 是不是這樣 我猜玄奘大師會這樣講 無所謂啊 你繼續錄定啊 我會繼續把你叫醒 讓你沒辦法錄定 所以我看你還是去投胎 他到底怎麼講的 我們不知道 最後他真的去投胎 可見啦 這種能自己選擇投胎的 那個其實自古以來都有這種人 你懂嗎 你自己選你懂嗎 地圖一翻開來畫一畫 嗯 這個是我要去的地方 他就去了 念頭到他就到 兩個概念 時間 他為什麼一下就做過頭 時間是沒有自信的 時間是不存在的 什麼叫歲月催人啦 這畫都要騙人的啦 沒有一個歲月會催你老啦 啊不然我怎麼會老了咧 你的妄想讓你老 什麼叫時間 你有妄想就有時間 啊這位虧姬大師就是沒妄想 所以他 他入定那一天 到被叫醒來這一天 對他來講是前一刹那 跟後一刹那 所以他肉體不動啊 他沒怎麼老了 你聽到沒有 所以 所以那個什麼 迦瑟佛時代 跑到現在來 他還 他都已經等過頭了 他無所謂了 他身體沒動過 他整個身體都是慢下來 這安閃早就證明了 就是相對論 時間沒自信 對他來講就是前一刹那跟後一刹那 這樣聽懂嗎 聽懂嗎 是這樣 所以說 那是時間的相貌 什麼相貌 沒有自信的相貌 連法 連時間都可以這樣講 請問 宇宙之間哪一件事情不可以有相 都有它的相 這樣懂嗎 好 相就相 為什麼講如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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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它解成如是相 它本來的樣子 你就不動它 它自己長它是一樣子 雪花是空氣結冰 空氣中的水分子 因為溫度降低 它就要相互解 它的動能減少 它的結合的吸引力就加大 它就會結晶 結出一個對稱的力學關係 所以叫結晶 它會很漂亮 就是環境這樣 它就會長那樣 溫度一增加 它就會長成水 再增加長成氣體 本質沒變 就是如是相 如是相 如是如實相 這個如是如實相 這個如實 如是就是如實 如實之相 就實 本來的樣子 什麼溫度 什麼環境 你的樣子就這樣 另外的樣子就這樣 如實相 就是 如實相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非外力 非妄想 非某個主觀的情緒 跟期望 而讓它變那樣 這才叫做如實相 如是相 如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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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叫做如實 記得 就如是 那個如 那如是相呢 相是性質 比如說 水的性質 在動靜上來說 它自己會靜下來 還有 它會往下流 它不是往上飄 你看那個煙是往上飄的 對吧 煙壞來壞去 那是下 一直往上飄 那是性 如是性 如是體 如是體 它本來的體質 它本來的 那個體 不是體重那個體 也不是就是身體那個體 聯想來說 就 如它的 本體 離體 是怎樣 你比如說 你比如說 水分子 事實上是穩定的分子 但它其實不穩定 它是 兩顆氫 一顆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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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二架 H2 羊有一架 O 羊 一粒 那兩粒輕 欸 它的體是怎樣 它的體是平衡的 而且 而且是 電影 整體來說 是中性 可是你要真正追究進去 它其實不是 它是一下 你如果 你如果把水分子 一粒放在那 然後你在這裡 有另外一個監測器 在監測它 理論上說 它會在 很短的時間 測出 要嘛正電 要嘛負電 正電負電 正電負電 它會 vibration 震盪 所以 你要知道 光這樣子 你用儀器去看它 哇那個電 電位差很大 可是你如果用眼睛去看它 沒感覺啊 水就是水啊 那就是水性 尺度上是用人類的尺度來說的 體 性質是這樣 那 水的體呢 講水的話是液態 微體 體 那麼 講什麼樣 做什麼樣子的 這個 這個 溫度改變 那個水 那個體呢 欸欸欸欸 改成硬體了 或者在某個 溶劑當中 欸欸欸 倒出來 這個樣子怎麼講 那也是另外一個 在某一個情境之下的體 這個體 這個體就會怎麼樣 力 力是力量 它對別的東西 有生滅 的力量 還有不生不滅的中性力量 你比如說 石頭對玻璃 對片玻璃門 它就可能具有什麼 那個力 的作用 弄破 對吧 像棉花對玻璃呢 你 比較大顆 給你看看 再大一粒 你也 你也丟不來 就往捏 往捏 這麼大一粒捏一捏 是不是有危險啊 看你那個玻璃是什麼玻璃 如果是強化玻璃 我看起來很難 強化玻璃 一個足球 一顆足球就踢不破的 真正強化是這樣 它從角度 從腳那裡破 讓它 自從裂到水 裂成脆脆 這就是力 向性體力 體 可以稱為本體 但也可以在初階的時候 稱為那個物體的外向 物體的體 那個什麼 體質 什麼都有 向性體力 會去傷害它 叫力 那做 是作用 力是做 力是它能夠去對別人怎麼做 對別人做什麼動作 那就力 如是力 如是做 如是做 是這樣 它能 它有沒有力量不管 但它會做出什麼樣子來 你比如稻子能夠做出什麼東西 做出一顆稻喝來 稻喝 發了啞 就可以啊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啊 那叫做用 如果沒有這個用 不是做 如果沒有這個做 做是作用 如果沒有這個做 那你倒子也種不出來 那倒子那一粒 你就要種出來 你那粒你就種出來 那種出來你就要有那個做 作用出來 你要有那個做 造作之能出來 就作用出來 才可以 任何物體也是這樣 欸 你說那時間咧 你剛剛不講嗎 睡夜催人老 它不是作用 不然是什麼 當然你把它想成一個真實的時候 它是這樣 你如果把它想成不真實 相對的 它不是實體 我跟你講 仍然要有時間 這個觀念 不然你沒辦法生活 你沒辦法做紀錄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啊 所以 其實是 所以 向性體力做 我們就講到這兒了 那個 等一下 說什麼要 說什麼要頒獎 有沒有 蛤 蛤 有啊 趕快跟那個 對不對 因為時間到了 簡單的講啊 這是帶過去 這是有很多 天台中講這個是相當之多的 但今天大概講這樣 你就先來個入門 如是相性體 那個如是 那個如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恰恰是 就實相來說 恰恰是那個樣子 如是 那個樣 沒有造作的那個本然 這樣懂嗎 如是相 如是 如是相 那講實相 諸位啊 天 不是天台中 法華經很特別 我們一般講波惹 來了 我們就停了啊 我一般講波惹 波惹的話就是 講空講有這樣 你看他下手是講實相 實相 你一定要先建立一個概念 實相不是在空有上 如果 如果實相就是空 如果實相就是有 那我不用再多一個名詞啊 這樣聽懂嗎 所以他一定是在 空有兩者之間 之外 量子之外 是這樣 好 我們來回想一下 眾生無邊順度 煩惱無盡順斷 法門無量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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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道無上順者 佛道無上順者 智歸佛 當願眾生 當願眾生 提解大道 發我傷心 智歸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障 智慧如海 智歸一生 當願眾生 同理大眾 同理大眾 一切無外 一切無外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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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